我們今天上課有一個沒有提到的就是 沒有找到那個檔案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地下室的那個通道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各位您可以到我們的這邊 Sweet Home的官方網站 您進到官方網站之後 您找到這個畫廊 好畫廊那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你看一下第六個 876 您可以把這個檔案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呢 這裡面它就有做地下道 地下道的部分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打開之後呢 預設應該是在 可能是一樓還是二樓 那都沒有關係 我們就請大家您進到這個 Basme Basme這邊就是我們的地下室 地下室的部分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那你可以直接把這個三角形拿出來 拿出來就可以拿到別的模型檔案裡面來用 當然其實如果你知道怎麼做三角形的模型 你自己做一個放到地下室其實也是可以的 好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這邊呢你可以把這個 點到它 好打開之後呢這邊就可以用了 好像這樣我就直接把它做一個複製的動作 你來這邊做一個複製的動作 你來這邊做一個複製的動作 那你把我們就把其他的那個SweetHome 3D的專案 檔把它打開 你就可以在另外的專案裡面把它貼上 好把它貼上這樣就可以了 好例如我現在多增加了一個樓層 把它放到地下室這邊來 好那現在呢我就把剛剛的三角形把它貼上 那一貼進來之後你可以發現這邊 這樣它就馬上挖一個洞了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在哪邊產生一個地下室的話 像這樣子我們在這邊做好了之後 旁邊這樣就可以挖出一個洞來 使用上還蠻方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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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